文化大學是台灣一百大所大專院校 第一所 為了要打壓公會 竟然違法解雇的公會幹部 我們五個勞方代表現在已經三個被被罰解雇 請問許教育長你是在做什麼 我今天站在這裡 要替我還在工作的同仁發聲 違法解雇公會幹部 違法解雇公會幹部 勞動部禁數也半 文化大學推廣部 打壓公會全台第一 受到這個文化大學違法解雇打壓公會的兩位公會幹部 一同上到勞動部 跟勞動部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正式提出裁決的申請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總共有四百多位員工 從去年開始 因為組織的高層變動 非常多員工 擔心可能會因為這樣 自己的勞動權益遭受到影響 所以很多的員工開始陸陸續續加入了高教工會 就是希望透過工會的力量 開始要求跟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的資方 進行協商 要了解究竟資方的組織整併的計劃 究竟資方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許惡工先生曾經在會議當中 親口承諾 未來的組織調整 不會解雇資遣員工 但這個保證 在今年二月份 馬上就跳票 資方不斷透過約談 口誇員工 逼退員工 最後甚至開始著手去資遣員工 今年的六月 初 我們五位工會幹部 進入勞資會議的補選勞方代表過程中 大獲全勝 六月二十一號的勞資會議 我這邊有資方的提案 上面清清楚楚寫著 故意散播或煽動不實言論 挑撥離間製造是非損害本校園團隊合作或利益者 送懲戒 請問這是什麼樣的條文 而這只是諸多陳屬條文裡面的一條 不論是勞方代表或是公會幹部 可以接受嗎 當然不能接受 只要我們的同仁以後 在許教育長的眼中 是不正義的 是要跟他對抗的 就送懲戒呢 公會為了要讓會員 員工能夠真的發聲 六月二十八號 在午休時間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幹部用了自己的時間 製作了一份問卷 希望所有的同仁 四百多位員工 可以透過這份問卷 來表達他們對於所謂組織整病 對於非常多不合理的修訂這樣的一個意見 十二點零三分 發出的這份問卷 當天不到三點 兩位公會幹部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就立刻接到 資方通知的消息 解雇 收到解雇訊息 那這個裁決委員會呢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是為了在這種打壓公會的時候 第一時間站出來保護公會 讓公會可以繼續的應行 所以像本件這種情況 之前 而且還是之前解雇 這個最核心的這個公會幹部 絕對是構成違法的不當勞動行為 資方有沒有不當勞動行為的認識 有沒有認知到這是一個 會影響到公會組織存續的一個行動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序 有沒有一個很緊迫盯人的脈絡 有沒有這些敵視公會的E-mail 敵視公會的市政 來看得出來他的整個行動 是用來打壓公會 我們這個文化分部成立才短短一年多 也就是這個公會 他還在一個發展 積極發展跟擴展他的會員的情況之下 資方呢 不停的發動這個吃錢 來營造這個恐怖的氣氛 今年的五月 因為公會要跟資方做一個工作規則的對抗 從這些修改條款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資方已經打算 校方已經打算整肅這些體制外 這些他認為不聽話的這些公會幹部 用這些很寬泛的幾乎是戒嚴時期才會有的這些條款 來說明說這些言論制都是會被懲處的 那公會為了抵抗這樣的行動 在五月的時候 今年五月才推派了所有的公會代表 去競選這個所謂的勞資會議代表 而且全數高票當選 其中第一名跟第二名就是我們今天被資遣的兩位老師 宅老師跟李老師 也就是所有的公會會員甚至是員工都知道 他們就是公會的代表 他們就是代表公會來跟資方對抗的人 那這在五月發生的事情 那接著五月當下的勞資工會與資方的會議 他們就已經立即的 資遣的第一位勞資會議的代表 也就是第一位的公會代表已經被資遣 法中部的部長 立刻在用文化大學的名義發了e-mail 通知大家公會違法 公會不可以用這個校內的這個電子郵件 這麼短暫密集的時序都在同一天發生 同一天發生 而且是在五月開始有勞動戰 勞資的這個抗議抗爭之下 六月二十八號發展這個願圈的同天 就馬上採取這些行動 這完全都是緊密的時序結合 那而且針對的是最核心的幾乎是文化分部的領導人 也就是這個宅老師 還有這個文化分部的秘書 也就是行政的領導人 也就是李老師 這完全就是一個瓦解公會的行動 針對公會非常明確 構成這個不當勞動行為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許慧峰教育長的任之內 我已不是推廣部的員工 但我堅持他是非法解雇 我現在依然是文化大學推廣部 公關部的部長 雖然他裁撤了我的部門 我依然認為我在職 我要為我的同仁發生 我先接你 這是一個為記者er 我是真的 我先接你 我先來 我先去看看 我現在要喝了 我先喝了 我可以喝了 你喝了